歡迎收看美國之音製作的美國專訊 我是任敬陽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阿當斯的時跡 換言於美國有先電視的節目當中 這齣電視連續劇是根據美國作家大衛麥高洛所撰寫 並且獲得美國普納茲圖書長的同名作品所改編 下面是我們的記者普洛的報導 他是一個熱烈的天生演說家 約翰阿當斯在北美殖民地大陸會議上 成功地說服與會代表達成協議 在1776年起義抵抗英國軍隊 他是美國獨立革命的推動力 但是他在美國歷史上就默默無名 直到現在 湯漢斯監製的電視連續劇 才將約翰阿當斯的時跡 塑染電視螢幕 但是湯漢斯的電視片集 將約翰阿當斯克畫成促成 湯馬斯結弗信起草獨立宣言的人物 就是他在大陸會議上 說服與會代表 組建革命軍 是他親自提議 挑選了這支革命軍的統帥 這部電視連續劇跟原著一樣 也著墨於約翰阿當斯和他太太 亞比蓋爾 亞當斯之間充滿激情與靈性的關係 這個角色由女演員 羅娜 連尼飾演 亞比蓋爾不僅是約翰阿當斯的太太 和他四名子女的母親 而且是約翰阿當斯的演講評論員 也是他不可缺少的顧問 攝製這部連續劇 動用了670名工作人員 並且額外聘用了5700名臨時演員 好支超過一億美元 普通美國人對劇集的歷史內容並不熟悉 這項工程顯然是個紅心勃勃而冒險的大製作 這齣劇集的大部分場景 在位於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拍攝 活生生的重現了18世紀的北美洲面貌 劇集主角保羅捷亞馬田說 當時的政治氣氛和現在比較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分別 約翰阿當斯傳以火爆的對白強大的演員陣容 令人耳目一身的拍攝 將觀眾帶回美國獨立革命的動盪年代 目前美國人正密切關注總統大選 這套連續劇顯然也是為了爭取他們的共鳴 記者普洛報導 美國一間新興的車廠在油價飛漲 今天推出時速136公里的三輪電動車 下面是我們的記者巴達利的報導 這種車看起來好像外星車 生產這種新車的艾普特拉公司主管安東尼說 這是一型車 用的是普通家庭的電力 而不是汽油 艾普特拉公司已收到1100名股客的訂金 訂購一型車今年出廠 艾普特拉公司還打算生產另一款一型車 是油電混合車 一公升汽油可以行駛將近130公里 這種車看起來不堅固 但是生產商說所用的複合鑄造材料 雖然重量只有鋼鐵的一半 但是強度是鋼鐵的10倍 艾普特拉的車內設計是太空時代風格 有觸摸屏幕的導航系統 有太陽能空調 而且行李箱空間也比較大 車內材料很大一部分是再生塑膠 使機靠攝影系統觀察路面和周圍環境 不靠倒後鏡 這種車功能這麼多 但是又賣多少錢呢? 大約3萬美元 記者巴達尼的報導 今天節目時間有夠 謝謝各位收看美國支援製作的美國專訊 我是任敬陽 我們下星期再見